转载自摆教号作者,巴拉NBA的那些事在今天是月十八日,NBA常规赛比赛的第二天,比赛安排的是非常的多,但是大家最关注的的还是火箭队了。 但是在火箭对战提呼的比赛中,目前已经半场已经结束了,但是火箭有一种要被提呼打崩的节奏,54比71已经狂输了17分了,这完全不是火箭的球你们想要看到的结果,没想到火箭在等待成规赛的第一场比赛就打出这样的成绩,完全没有想到,在上半场的比赛中,火箭也是完全的落入下风。 首先是在火箭的防守上是最大的问题,因为德帅是敏练小球阵容,所以在比赛的时候拿下了护化神将卡佩拉,但是在面对戴维斯发起的进攻时火箭的篮下,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防守得住的,所以只要有戴维斯的进攻,齐胡适基本上都能够赢得比分。 还有最重要的是,齐胡适看中了保罗这块的防守,限制保罗的三分出手,一般就是用两个人对保罗进行夹击,所以保罗的效率也是大大的降低了,不敢太多的出手三分。 但是防守戴维斯依然是火箭最大的问题,因为在前半场的比赛中,戴维斯是多次的封盖了卡佩拉,所以禀黄的吃饼效率也是大大的降低了。 可能是因为火箭在季前赛的时候,伤的球员太多了,所以就算是到了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,德帅是依然没有能够拿出有效的针对齐胡这样的进攻方案。 当进入到了第3节的时候,火箭在继续的丢分,几乎继续的拉开了比分,一度达到了20多分的优势,但从这场比赛的半场看来,火箭的缺点也已经暴露了出来,利用小球阵容。 可是在面对身体灵巧的大哥的时候,火箭完全是没有人能够放得住,再有就是引以为傲的三分,因为比分拉开的比较大,所以选择出手三分也是比较的谨慎了。 关键是今天火箭三分的命中率,还没有几乎对这边高,所以这也是火箭落后的一大原因,而坐在场边的德帅和的球员在比赛上的表现,也只能是一连的无奈, 一直游走在场边,没想到在对战几乎的这样一场比赛,火箭,就打出了这样的情况,这应该也是德帅没有想到的吧。